经济电视剧《回家入围军中奖》 最佳男配角的李丽人 戏约不断人气暴涨 马上将与李千娜出演复古年代剧 热海练歌 10月14日导演奔凯仙男女主角 召开见面会 李丽人在剧中不仅要挑战 20岁到60岁的年龄跨度 揣摩70年代的复古模样 跟苦练歌迹畏惧现身 不过家里的两个小朋友 却不肯买账 因为我都是用手机听嘛 我就陪他们打球的时候 然后我就一边陪他们一边听 然后他们就一边看着我 宝贝 周杰伦呢 最近宝贝唤听台语道歌 从星光大道出来的歌手李千娜 挑战影视圈 不过才刚刚开始就挫折不断 自信心完全被打击掉 因为我之前比赛星光大道的时候 我是唱台语歌的 所以我一直认为我自己的台语非常好 所以昨天拍摄第一天的时候 被打枪 被凯哥打枪 被我打枪 凯哥对 就他的台语实验系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 所以我们下午后一会儿 很板凡 我这期访裁 我来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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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小心 我来尽快